現在我們要開啟雷雕機 開啟雷雕機的時候 基本上這邊有冷卻機、主機、吹氣、漆氣 冷卻機就是我們這裡有一個冷卻水的裝置 主機就是我們現在的雷雕機 所以我們剛開始在設定的時候 就是把冷卻機跟主機的按鈕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我們的冷卻機就會打開 冷卻機這邊特別注意 這邊你就不用去管它 開關都不要去切換 只是同學一定要特別注意 溫度不要超過31度 如果超過31度的時候 請你聯絡一下科主任 再來我們來看主機的部分 主機的部分這邊有一把鑰匙 要插進去把它打開 這邊所有按鈕都不需要去開關 只有這個紅色按鈕是有緊急狀況的時候 斷電裝置才會按它 這個是輸出功率 如果同學在雕刻的時候 奇怪怎麼沒有激光出現的時候 這邊就是不會動 如果激光有作用的時候 這邊就會輸出 所以這邊如果不會動的時候 大部分就是這邊的按鈕被同學按掉了 所以同學可以試著把這個打開 看這個會不會動 如果真的不會動就是 但是一樣要聯絡科主任 開啟了之後 這是我們的主畫面 這邊的設定 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我們每一個 儀器 每一個材質的厚度不一 所以我們這有兩個旋鈕 可以去控制這個 雷射頭聚焦的距離 所以如果我們雕刻的 是一個瓦嫩值 所以到底距離是多少呢 所以我們這邊 會有這個對焦片 所以請同學這個對焦片 就用完之後就放到這個盒子 把對焦片放到這邊 再把這兩個按鈕 鬆開 往下移 把它緊靠到這個對焦片 再把它鎖定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最佳對焦距離 好 調整完了之後 我們就是 電腦那邊的檔案把它下載過來 好 下載過來的時候 就是 第一個 按文件 按文件之後 選擇你 選擇你的檔案 好,確定 好 確定了之後 這就是我們要雕刻的檔案 好 就把我們的 這個是控制 這雷雕頭的 距離 的位置 好,我們就把我們的 這個 這個雷射頭 輕 由這個 方向鍵 控制到 最適當的位置 好 OK了之後 我們現在 去測定我們檔案的大小 是符合這個瓦嫩值 所以這邊 要按一下邊框 好 按邊框的時候它就會去掃描這個檔案到底有多大 所以同學你可以看我再按一次邊框 這個檔案其實只有這麼小 好 好,確定了之後 好 確定好了之後 這個 位置就是 對的 好了之後 我們就是把這個 上蓋把它蓋下來 蓋下來 好,蓋下來之後 然後要啟動之前 記住 要來這邊按吸氣跟吹氣 好,吸氣吹氣按好了之後 這邊要按按 好了之後我們就可以按 啟動 啟動鍵 啟動鍵按好了之後 它就開始 做動 好,做動完畢了之後 我們將雷射頭做副位的動作 好,現在雷射頭就會到 它 設定的起始點 好 打開你的 這個 好 所以現在就雕刻完畢 好 雕刻完畢的時候 記住 請你把 這個 抽風機 吸氣跟吹氣切掉 好 這樣子就完成你的切割作業 謝謝 謝謝